10月24日上午9点,被称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10月23日中午12点,大桥通车仪式结束后,封面新闻记者乘坐快艇来到林丁阳海面上,近距离领略超级工程之美。 港珠澳大桥开通,将逐步放宽内地单排私家车通行。 封面新闻记者在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发布的《大桥通行攻略》注意到,这份长达33页的PPT攻略,从大桥路线、车辆通行、3D口岸通关、通行收费、安全保障、配套服务等方面,回应了港珠澳三的怎么上桥。 哪些车辆可以通行?口岸如何通关?收费多少?大桥有什么配套服务? 等热点问题,其中,内地单排私家车能否上桥通行?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回应称,目前,具有越港两地牌照的车辆,或经过三地政府部门许可的单排车辆可以上桥。 未来,三地政府将视情况在车辆配额上逐步放宽,促使瓦来内地和港澳地区的三地区民选择港珠澳大桥这一新线路。 港珠澳大桥开通,将逐步放宽内地单排私家车通行,构筑起全长55公里的世界级跨海通道。 大桥全长55公里,起自香港机场东北水域面积约130公顷的香港口岸人工岛,自东向西,经过12公里的香港连接路,至越港分界线,连接296公里的主体工程。 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介绍,主体工程实行桥、岛、岁组合,穿越零丁航道和铜骨西航道断约。 6、7、公里位隧道,两端设置东西两个海中人工岛,去年7月上旬,海底城管隧道贯通时,封面新闻曾登上两座人工岛和进入海底隧道。 城建方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总工程师林明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两座人工岛漂浮在铃丁阳之上,从香港机场乘飞机,会从岛上掠过,从闲窗俯瞰人工岛,他俩犹如铃丁双倍,熠熠生辉。 其余路断约,22、9、公里位桥梁。 孟凡超透露设计理念,桥梁分别设有寓意三个童心中国街的青州桥,栩栩如生海豚塔的江海桥,以及梁帆启航九州桥三座通行斜拉桥。 港珠澳大桥开通,将逐步放宽内地单排私家车通行,港珠澳大桥香港断,逐步放宽内地单排私家车,据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发布消息,可通行车辆包括,跨境巴士,穿坐巴士,跨境出租车,货运车辆,跨境私家车等,那么,内地私家车能否上桥?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回应称,目前,具有粤港两地牌照的车辆,或者经过三地政府部门许可的单排车辆可以上桥,但是,这部分的车辆数量并不多,未来,三地政府将视情况在车辆配额上逐步放宽,促使往来内地和港澳地区的三地区民选择港珠澳大桥这一新线路。 港珠澳大桥开通,将逐步放宽内地单排私家车通行,穿坐巴士票价58元。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介绍,由于具备让桥资格私家车数量有限,为满足更多旅客需求,该局特别开通了穿坐巴士和跨境直通巴士两种客车交通方式。 穿坐巴士有香港往返珠凯和香港往返澳门两条线路,车辆只在口岸间往返,乘客在口岸处下车,自行过关前往目的地,穿坐巴士正常情况下发车间隔约5至10分钟,白天票价58元,夜间票价63元。 儿童、老人等可购买5折优惠票。 10月23日,封面新闻记者通过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官方网站,成功购买了24日上午的穿梭巴士车票。 届时,封面新闻记者将通过网络全球直播乘车体验。 另据介绍,乘坐跨境直通巴士则可以直接接送乘客,跨境往返香港市区及珠三角各城市内的固定站点。 此外,还有少数具备两地牌照的跨境出租车。 乘客乘坐这些商务出租车可以从珠海口岸出发,直达香港机场和香港迪士迷。 车费180元,港珠澳大桥开通,将逐步放宽内地单排私家车通行。 2017年7月5日拍摄的建设中的海底隧道,私家车通行费150元每车次。 据港珠澳大桥管理局介绍,大桥全线设置一处主线收费站,位于珠澳口岸人工岛大桥管理区,私家车。 出租车150元每车次跨境直通巴士,200元每车次穿梭巴士,300元每车次普通货车,60元每车次货柜车, 115元每车次,上述收费标准以人民币结算。内地ETC,香港快一通皆可在港珠澳大桥上使用,民众还可通过银行卡,支付宝,微信进行付款,收费标准以人民币为基准。 港澳两地按照扣费时的汇率实施换算,又多左度按指引调整。根据工程设计,港珠澳大桥上采用内地右侧通行规则,车辆到达香港或澳门口岸后完成左右侧交通转换。 到达目的地口岸时,相关指引会引导司机按照相应方向调整的,粤港澳三的常年交流,司机们经验丰富,操作上不是问题,驾驶员很容易习惯。 大桥限时速100公里,通行速度为100kmh,具体通行速度将根据通行情况,气候情况,交通事故处理等因素零和调控。 在非紧急情况下,大小主桥及口岸均不允许掉头,中国这项工程被印度吐槽,偷工减料,美国,好好看清楚,其实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会有所进步,甚至还一跃成为了强国。 在众多国家当中,我们中国是非常有名气的,要知道中国起步比较晚,在之前也相对比较落后,有很多技术都需要依靠于他国,但是我们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正因为我们中国的不断努力,所以取得了很多成就。 在多方领域上在国际上都占据了主导地位,所拥有的技术甚至都领先于世界,这让很多国家赞叹不已,特别是在基建方面,我们中国取得的成就非常大,也因此外国给中国起了一个基建狂魔的称号。 其实这些伟大工程不仅限于在国内,在国外也是如此,有很多国家都主动要求中国帮忙,这也能够突出中国的实力是非常的雄厚。 如果说到我们中国境内伟大的工程,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三峡大坝,这个工程建设难度还是建设规格都是非常大的,起到的作用也非常的大,甚至还有一定的战略目的,出自于中国之首的另外一个大坝就比较奇特了,但是建设风格还是建设材料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还有印度吐槽我们这个工程偷工减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个大坝就是橡胶坝,顾名思义就是用橡胶胶筑成的,这种橡胶有点像我们常见的游泳圈,只不过将橡胶的底部固定在底板上,因此也就能形成一个封闭的带式水坝,看上去非常的奇特。 这种橡胶坝相比于那些混凝土大坝来说,优势还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种橡胶坝建设比较简单,而且非常的高效。 也正因为如此,维修成本和建设成本都非常的低,对这些橡胶进行充气的时候也特别的灵活,可以随机调整。 如果要说到我国所建设的橡胶大坝,最著名的一个那就得说小布东橡胶坝,这项工程取得了吉尼斯记录,并且也成为了世界上最长的橡胶大坝。 可以说这样的大坝让人们刷新了三观,更让人叹为观止,不得不佩服中国的智慧,相对于传统的混凝土大坝而言这种优势太多了,而自认为很聪明的印度就遭到了美国的怒对,好好看好好学。 印度真正了解到中国的这项工程所用的技术和材料之后,才发现自己错了,并且表示想要学习这项技术,其实这个大坝就是橡胶坝, 顾名思义就是用橡胶胶筑成的,这种橡胶有点像我们常见的游泳圈,只不过将橡胶的底部固定在底板上,因此也就能形成一个封闭的带式水坝,看上去非常的奇特。 这种橡胶坝相比于那些混凝土大坝来说,优势还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种橡胶坝建设比较简单,而且非常的高效,也正因为如此,维修成本和建设成本都非常的低, 对这些橡胶进行充气的时候也特别的灵活,可以随机调整,如果要说到我国所建设的橡胶大坝,最著名的一个那就得说小布东橡胶坝, 这项工程取得了吉尼斯记录,并且也成为了世界上最长的橡胶大坝,可以说这样的大坝让人们刷新了三观,更让人叹为观止,不得不佩服中国的智慧, 相对于传统的混凝土大坝而言这种优势太多了,而自认为很聪明的印度就遭到了美国的怒对,好好看好好学, 印度真正了解到中国的这项工程所用的技术和材料之后,才发现自己错了,并且表示想要学习这项技术, 环环运气爆表,再一次幸运地成为了中国奇迹的见证者,在228米高的金安金沙江大桥滑亭案竹塔塔顶,目睹了交注封领的关键时刻, 18日至20日,环球网和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了当代中国奇迹之旅活动, 组织媒体走访华丽高速公路项目金安金沙江大桥,金安金沙江大桥, 由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呈建, 刚来到榻夏,中交二公局华丽高速金沙江大桥项目经理王凤存就骄傲地告诉环环, 金安金沙江大桥是目前世界在建最大跨境的山区峡谷悬索桥, 并且1386米的大桥几乎是凌空掉起来的,大桥桥面距离金沙江江面垂直高度为335米, 它顶距离金沙江江面垂直高度479米,因项目所在山区多物, 大桥建成后将如同一条 老角 身旨拝离金沙江 中将如就这会下屏比赛离金沙江出来往所湖用的 被温暖力任何ules 数据就倒下一个健康 你来放在等候